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六,10月的第一天哈,那么周末呢我们继续复盘那些标的的周线和日线图,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 好,那么昨天尾盘的视频也挺重要哈,欢迎大家再去重复观看 那么今天呢我们快速的复盘很多标的的一些周线和日线的情况去感知一下市场的一个节奏 我们再说SQQQ,我们从周线开始说起,SQQQ的周线呢指的是做空我们的纳指 实际上纳指呢在期货方面已经在本周尝试创了一个新的低点哈,对纳斯达克股指期货 那么对于做空纳指来说呢应该啊本周是上行,我们看到此轮的上行呢已经有七周啊,三周停顿三周 按照这个时间节奏呢理论上在这个位置在下周应该继续给出停顿哈 同时呢下周呃周五呢也是大飞浓日啊,所以下周给出一定的震荡行情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那么在周线图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不断上行的阳线哈 但我们在阻力区方面已经啊,画好了当前呢就是重要的一个阻力位阻力区吧 如果飞掉再画两个黑线啊,两个横线的话就这样看 周线给人感受比较模糊哈 但按照五浪结构的理论来说就麻烦了哈 怎么的,有人说大家看哈这个图意味着什么 从最低点看熟起一二三四五那麻烦了 那下周还得要冲冲高再创一个新的高点才叫第五浪对吧 但是我们之前也有个理论啊,说四五浪比较复杂哈 不一定完全走出震荡上行的第五浪对吧 那有可能提前夭折 那我有点倾向什么,我有点倾向于冲上去那第五浪哈 创一个新的高点 毕竟我们的纳斯达克股指期货已经创了一个低点啊 所以这个图呢,还有些滞后哈 再往上走一走 也就是说纳斯达克股指期货还要再往下再走一走 这样呢,这两个图就互相对应上了哈 当然啊,这是对于SQQQ 希望他能够走出五浪高点的一个新的高点的一个预期哈 我觉得这种概率要考虑到哈 所以下周早些时候有可能先跌一跌 然后这个在下周晚些时候再反弹啊 终结这个五浪对吧 哎,这个就是我我的一种感受吧 不一定对哈 好,我们看一下日线图的一个细节 那么在日线图呢 我们在出现阴线啊 跌破的时候 我们说要看次日回彩的一个情况 没想到人家直接啊 在周四这一天直接相对于周三这个低点呢 跳空高开随后往上拉 但是呢,还是一个停队哈 但全天还是收阳线 那么在周五这一天呢 往下砸,哎,发现还是砸不透哈 理论上我们在周四这一天就已经把这个五浪的趋势线调整到这哈 大家再看 这个五浪本身呢 里面也含有小五浪 大家仔细看啊 从这个地点看 一 二 三 四 五 那这样的话 五浪已经在创新高哈 那只需要去再创新高哈 把这个左侧这个高点 刺破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有点倾向于下周再往上走一走啊 不一定对啊 但是 呃,其实走也走不太远了哈 嗯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啊 通过呃,所谓的五浪的理论以及SQQ的一个细节 看到下周早些时候的一个走势 那么下周晚些时候呢 由于又是重要的数据日 同时呢 可能 他正处在五浪的一个相对高位啊 所以呃,下周晚些时候可能会给出一些空头的一些机会啊 我指的是这个图的空头 也就是我们的大盘的一个反弹啊 可能在下周晚些时候会给 当然呢,下周也完全有可能就反反复复上下震荡啊 呃,那么三个季度已经过去了哈 那估计呢 很多啊 这个评估啊 季度表现的啊 交易者呢 也开始重新规划下一个季度的一个呃,这个持仓的计划哈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啊 因为更模糊哈 好吧 我们日线交易者呢 应该预期 第五浪的小五浪的第五浪 继续啊 走 好 这个是SQQ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做空ETF 呃,那么我呢 在录节目前呢 突然又刷到了一个消息面哈 就是美国这边啊 呃,耶伦这边哈 不管是谁吧 美国这边传出来说 呃,半导体行业呢 如果大量的集中在台积电 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哈 那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所以这就暗示着台积电啊 这个家企业他本身啊 在金融资产方面 或者是在业务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啊 所以我们看到半导体行业做空指数呢 一直都是在和我们的大盘一起 往空的方向走啊 那对这个图来说就是上涨 因为这是做空ETF 他呢也是这样急了哈 那我们看到呃 他实际上他也没有测试到左侧这个高点附近的哈 所以呢 我们下周也预期继续测哈 那台积电也好 包括SOXL也好 实际上都已经在创新低了 对吧 那这个呢 应该也要再往上创一创 好 这是我们下周的一个观察啊 那你看现在盘后啊 有一些下跌 这不不重要哈 盘后这个不准的哈 但不管怎么说吧 对于啊 这个这个图的一个多头来说 上行的空间越来越窄了哈 那后续呢 我们应该等待一个明显的回撤再去做多会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也是和我们刚才SQQ类似哈 也是在周五这天给出一个强劲的止跌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一部分看K线的交易者 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掉顶线了 或者是 到叫叫什么 掉顶线 然后呢 他有可能是一个见顶的一个初步的信号 所以后续加来一两个交易者是不是非常重要啊 他有可能冲一下就差不多哈 或者是干脆就停顿了哈 所以啊 在追的过程中千万不要频繁的追了哈 好 这就是 半导体 那半导体行业的整体态势 一个是呢 中美博弈啊 包括 呃 台积电的一个特殊性哈 另外就是 中美博弈过程中 中国这方面的 大陆这方面 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啊 崛起 一个是啊 芯片 制成的一个 进步啊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光刻机 垄断地位的一个 呃 叫叫打破啊 怎么打破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相关的新闻啊 就是啊 不依赖什么传统的光刻机了 用另外一到两种工艺啊 达到了一种更先进的制成啊 8纳米的啊 那么 质量和台积电的7纳米制成 水平差不多哈 当然啊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是吹哈 就是这些人啊 让美国误判了中国的真正实力啊 当然啊 中国这边到底会怎样 不管是吹还是不吹 反正自己必须得弄出来啊 这个是战略 对吧 啊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这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问题啊 好 半导体行业就是如此 那如果经济啊 还有第三个点 就是经济衰退呢 对于半导体行业的一个需 需需需求量的也会降低哈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实际上一些出货量 比如说手机的出货量 比如说汽车的消费量啊 比如说什么家电的消费需求量啊 等等一些方面都能感受到 对半导体需求的一个下降啊 整体呢 还是符合我们整体的一个大事 也就是空头 好 说的多了一些啊 但是比较重要啊 比较重要啊 因为它是核心的一个博弈产业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博弈的行业啊 原油 那这个图呢 SCO和我们的WTI原油期货呢 基本上是持相反的一个思路哈 但是呢 它比我们那个WTI更啊 不愿意去走出一个趋势的感觉哈 它更磨叽啊 更横盘 是吧 那这个是属于做空原油ETF哈 那跟我们WTI正好相反的一个方向啊 但是啊 我们那个WTI已经指着直勾勾的震荡下行了哈 它呢 没有怎么震荡上去哈 你看 它在这里横盘了两个半月吧 啊 这这里有十几根四小时啊 这里有十几根周线哈 这就是将近三个月 在上周呢 刚刚有突破的迹象 在本周是一个停顿十字星线 对吧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原油也是比较复杂呀 啊 原油非常的复杂哈 呃 原油的一个基本面呢 就是外在的博弈冲突啊 导致油价的一个支撑啊 致使油价处在相对高位哈 另外一个就是 呃 这个美联储量化宽松的一个 呃 这个资金啊 导致推上来哈 那么现在加息呢 会让资金由于不反撤出 这样这样的一个投机的领域哈 也就是打压了通胀 还有一个角度呢 就是呃 原油啊 它本身呢 也是工业的血液 那如果 如果经济进入一个衰退的一个 也就是说全体全球经济整体衰退的话 那对于原油的需求量也会降低 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啊 同时呢 欧派克那边啊 也在十月份有一个十万桶每天的一个减产计划 对吧 那我希望后续啊 各种冲突不要再去破坏 原油的输送管道啊 那这样的话等于宣战哈 所以我是觉得老是搞这个民生的东西就不好了啊 好吗 对吧 啊 所谓的一切为了人民啊 这是有些有些事例并不是这样的哈 大家能感受到吧 我们啊 支持支持为人民那些国家也好 不管你是什么意识形态 但是我们反对啊 这种所谓的破坏哈 破坏人民的一个根本利益 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好 对这个图来说 周线图应该还是有上行的一个小空间 啊 也是在上周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哈 因为他一直震 我们就一直说啊 不要去做毒呢 一直震荡震荡震去啊 不好做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吧 一直在这里震啊 当时有很多人在这吵哈 像 但是在震的过程中你会受不了哈 那么在本周呢 我们应该加一个日线图的小趋势线去看一下 好吧 他刚刚突破景线啊 那多多头想要去做多的话 我是觉得不好做啊 原油他到底后续走不走大型的下跌 也就是说这个做空指数愿意愿不愿意啊 大型的上涨 我是持问号的啊 所以这个图我不愿意做长线啊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也就是说我选择在WHA原油期货上面 做一些日内超短线 或者是一到两天的那种超短线 而不愿意去做这种 图的一个长线趋势啊 那很显然这里有个A B C浪啊 那么C浪结束之后 四五浪又开始复杂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你在抄几个过程中 你万一抄到这个相对高位 你仅仅占了几块钱吗 对吧 5%到10的一个利润空间非常小 而且过程非常曲折啊 明白吧 这个不一定走强劲趋势行情啊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啊 即便是走 我也不愿意做这种图啊 墨迹 好 好 那么这个原油 还有我们的美股 还有我们的半导体 都是非常核心的东西啊 好 我们再看聚焦的这个 这也是半导体啊 这个图呢 也和其他图类似 我们把这个周线周线看一眼啊 分这地 嗯 他这个还有上行的空间啊 看这个样子 对吧 嗯 那这样的话大盘不是很妙啊 嗯 我们看这个图也是啊 他并未跌破我们画这个趋势线 这样的话有上行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在日线图上应该加一个新的阻力区 在79或者80一代吧 嗯 行吧 80一代 哎 看起来 啊 我们的整体市场的一个空头势力非常强啊 那这个做空类的指数都在跌不动啊 跌不动啊 好 这个是他们 好 我们看一下拼多都 拼多都好像进入美国市场了哈 我在油管上啊 刷到一些关于他的广告哈 这个拼多都他的一个图在周线图给人的感受什么呢 啊 那他实际上是在这里一个呃 下行区是一个突破回踩 但是呢 我们数浪的话 如果从这开始数一 二 三 四 五 那么当前处在五浪之后的一个形态就变得非常复杂啊 这是周线图给人的感受 那三根阻力区中间这个阻力区呢 正好是当前位置 那本周呢 是形成了一根阴线哈 那这根阴线看不出来力度 我们看一下日线 看这个样子好像要上的感觉啊 嗯 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咱也不知道哈 没研究那么多啊 反正看这K线图 看这K线图好像要涨的意思 但最近这个横指和A股都在跌啊 梅股也在跌 这个他有什么逻辑呢 支撑他涨 这个是大家需要去研究哈 但我没有去研究基本面 我们还是要技术面去画一个典型的下跌趋势线 发现还没有突破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是第六浪啊 第六浪就比较复杂了哈 就不知道了 所以多头们应该继续等待 特别是MCD日线图还是个死差啊 所以这个图引起关注而已 比较好奇 同时我们也可以加一个通道线啊 好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通道线 这个图看一下啊 不要去做 好 我们看一下发斯里 发斯里在周线图上是在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低啊 那么在本周呢 在上周是创了一个历史新低 本周是一个停顿啊 那这样的话 还不能看强势的多头啊 整体上还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态势 并没有完全改变 本周先看做下跌过程中的一个反弹 我们看一下日线 不行啊 周五又出现上影线了 表明很多人都和我一个态度啊 就是先看一个反弹就跑了 不想就拿个几天就跑了 不想做啊 不想长线拿 你看凡是不想长线拿的市场呢 就不是牛市 牛市里谁老是频繁卖呀 都是找回车加仓的是吧 凡是看到一点小利益就跑的 那是熊市 震荡市其实也是熊市哈 更会话这种明显下行的波段呢 好吧 不要急吧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规矩突破回踩止跌 对吧 继续画好 示意好就行 往下往下推 是吧 往下移动 这些这些线条 这是示意图啊 也就是未来可能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运动路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航空领域 那最近的航空领域 呃 中国这边的航空军工事业也是OK吧 至少不是不算三流世界了吧 至少至少是第一梯队里吧 那么对于啊 大飞机来说什么呃 919是吧 也要出来哈 好像有事好 那种 这个 我是觉得不用怀疑航空技术哈 因为军工航空航天事业都还OK 那明明用的 那就我觉得没太大问题啊 那对这个 这边来说 同行业来说怎么看 看空啊 你看直勾勾的下行 是吧 这个图我们继续画一个下跌直线 说一个下跌线不够吧 再画一个 也OK 再画一个 哎 我们就用直线吧 反正他下的比较多 这怎么办啊 看下 接下来可能的一个止跌区域呗 这 哎 当前就有可能哈 有给要给一个反弹 我们再把这画一个阻力去 哎 这就是周线图的一个分析的逻辑哈 是空头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一个细节 嗯 不行 不行啊 我们应该等待右侧的点位 再去考虑反弹多吧 但是也只是考虑不做啊 嗯 好 这个就是这个图 你看这些热门的领域啊 都是博弈的领域哈 好 我们再看一个热门的领域 这个新能源车 Reven 老朋友哈 我们看这个图 给出什么 什么感觉周线图 有人说感觉不妙 恭喜你啊 答对了哈 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不妙也是正确的 好 我们把这个下跌区域画好 突破 你要看周线比较模糊哈 这个有一些上影线 上影线是画上还是不画上呢 画上吧 因为它是一个波峰啊 那这样的话 下跌 突破 突破失败 回落 再突破 再回踩 再拉升 走一波 大家数 12345 好 他当前也是第六浪 那第六浪 你就没法踩了啊 我们把这画一个阻力区 有人说不会画线 我每次都在画线 画线这就是这就太简单了哈 周线啊 这就是对吧 我们应该假设他在这里震荡吧 我们再画一个支撑区吧 在这画一个对吧 在这些明显的波峰 波谷就画 有人说你老是讲这个 他都会了哈 他不有不会的吗 忍耐一下 那对这个图来说 五浪已经结束了吧 你看 12345 波谷话处理 跌破了吧 跌破应该怎么办 有人说还是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吧 好 我们画一个下跌趋势线 是吧 创新低了吗 创了啊 在周五这天 创了一个局部的低点 那这样的话 而且啊 周四这根阴线过阴呢 哈 周五上不去 那这样的话 是吧 往下看一看吧 不管下不下啊 这个位置 我们画到这也行 把这个支撑区 对吧 因为周线比较模糊啊 日线调一下 就可以了 它是震荡呢 还是下行呢 这不管我们事了哈 反正我们是右侧教育者 对不 好 那不着急吧 因为这波下跌波段 有一个局部低点 是需要去突破 回踩止跌的 对吧 现在不能做 好 这就是未来汽车 这未来汽车 这就是raven raven 好 其实这图呢 我看这局部位置 有点像谁 有点像特斯拉 大家仔细去比较一下 特斯拉也是这样 但特斯拉是下跌 今天 这个周五这天 对吧 周五这个交易日 好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周线 好 没有趋势性啊 好 我们看一下中概股的 未来汽车 这个美国 欧盟和俄罗斯的一个 复杂的关系导致 其实中美关系也很复杂 那么美国的精力 被牵制在了欧洲地区 那么亚洲这边 他要想 也就是说 他的精力会被分散一部分啊 也就是说 你看 刚才我们说什么来着 台积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人家美国那边有方舟生来说 把这个芯片 什么的半导体 什么的都大量的依赖 台积电 对美国构成威胁 啥意思呀 大家想一想 美国想要摆脱对他的依赖哈 也不是特别看中台 台积电了 他说他 他就是看中 他才看中那个产业 并不是看中台湾这个地区 当然也都挺重要 他如果能控制住的话 也OK哈 但现在问题就在于 他的精力被牵制到欧洲了 所以呢 他势必会有资源的倾斜 那这样的话 我的逻辑就是 中美关系可能要进一步缓和一些 那对中概股来说 是一个好事啊 但好事 这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因素啊 虽然很宏大的一个面啊 但是他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小事 因为现在是熊市 还不能看强势牛市啊 因为资金还不敢进场 大家看 这个下跌趋势线还在啊 那么在周线图上 我们看到是一根强劲的周线的阴线啊 那这样的话 你都不等啊 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再去测试 14一代的支撑区 好吗 我们看一下日线 好吧 这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回落 说这这些图怎么都这么惨啊 咱们还好吧 嗯 要忍一忍啊 啊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啊 这这个领域可复杂了哈 这些东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呃 下期节目将从太阳能领域 另一个关键领域继续说哈 拜拜